市面上的卤味百家之名 更是台湾人的传统小吃 而在水里乡就有一位青年徐启通 特别到中国大陆学习当地的四川烫米方 再经过自己研发 调配出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半年前推出至今 吸引了一群老顾客上门 现在带您来看看 就是这个味道 通哥卤味 每天下午四点营业时间还没到 马上就一群死忠顾客上门 这是由老板徐启通与太太 一起打拼的台湾小吃卤味 就是多了这一道独家配方的酱料 信不少老涛上门 连水里乡长陈奎佑 也是这间店的常客之一 这卤味真的都卤得很入味 尤其现在冬天 我们还有一个独门的特调的酱汁 通哥卤味是由我们卤味王子通哥 特别精心研究卤制的各项卤味 这种卤味都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好吃 而且有特殊的蘸酱 非常适合我们全家大小一起来享用 通哥卤味 开简直到五个月 一直收到我们 乡亲和好朋友 把小弟倒锅中 这五个月来生日一直都不错 未来希望 这些老国客和这些好朋友 可以继续把小弟支持 和锅中 通哥卤味的酱料 保有四川口味的麻辣 再加上自己的秘方 独创出属于台湾人偏好的滋味 每锅都要熬煮三个多小时 以数十种中药调配而成 再加上快火大炒的葱等料理 可说是十分的费时 水里乡长也特别肯定 返乡七年的创业精神 现在研究出的这个老杰 我感觉 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因为我们这个辖的 我们主要是比较独特的 就是说 算是比较用到四川口味的焦码 准备自己吃了 还有朋友来吃吃 感觉说这个口味 这个贴的 有他独到之处 我们通哥也是在地青年 他选择在地创业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 鼓励在外的子弟 返乡来创业 那希望促进我们 水里乡的一个经济发展 郑所谓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青年徐其通 以自己数十年的厨艺底子 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他也特别感谢家乡的各界人士 继续对他的支持与鼓励 让一乡游子能够返乡归朝 打造水里乡的风华再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